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三周多了 中国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运行稳定 航天员汤洪波 唐盛杰和江新林的状态如何 他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 一起来看一看 神舟17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 通过与神舟16号乘组进行工作交接 学习了大量载轨工作经验 迅速适应太空生活并进入任务状态 开展了舱内设置等相关工作 这是载荷出舱的工作场景 实验载荷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的舱门 进行自动出舱 展开相关空间暴露实验 这已经成为空间站内的工作常态 这是三位航天员密切协同运输氧气瓶组件的工作场景 动作麻利 默契十足 通过问天舱的机位 我们看到航天员汤红波正在对低温存储柜进行清洁和相关设置工作 这套低温存储装置可以满足生物 试剂 材料等样品不同低温存储条件 为开展长期空间实验提供保障 开展各种空间科学实验之余 三位航天员还在轨进行医疗技能训练 并积极开展体能训练 另外 航天员还兼职太空摄影师 分享了他们拍摄地球家园的美景 后续 神舟17号成组 还将首次进行空间站舱外试验性维修作业